我现在天津市北城区小店镇的温家房子村 这个村子已经拆迁了 前面那个高架桥是京宁高速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新开河畔的温家房子路 这个村子虽然说已经拆迁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在新开河上还保留有一座悬索吊桥 今天我特意过来看看 站在这里已经能远远的看到那座吊桥了 河对岸是属于东立区 应该是属于大壁庄镇 远处的那个高层是德岳里和德祥里 因此说这座吊桥是连接北城区和东立区的一座悬索吊桥 现在也是天津范围之内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吊桥之一 现在就随着我镜头 咱们一起到桥上去看看 在这一侧的桥的入口处 这有一座这是罩壁还是影背墙 这墙上贴满了小广告 这座墙后面就是这座悬索吊桥的这边的桥头 您看一下就是这么粗的钢篮在承载着这座桥的重量 这一侧桥头这个桥的入口处呢 还有护栏 这里还有块打石头 看得出来桥上护栏的这些绿漆 应该是刚刷不久的 然后这个桥体呢都是用木板铺成的 这座桥呢是人形桥 但是现在也允许这个电动车呀自行车通过 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 这座悬索吊桥它的时间年份呢 刚才我查了查 并没有查到 大概是建于上世纪的70年代 到今年2021年也得有50年了 当初建这座桥呢 好像是一座战备桥 后来呢这座吊桥架在兴开河上 是方便了两岸居民的出行 直到这个温家房子村拆迁 这座桥呢也没有被拆除 每天虽然说过这座桥的人呢不是太多 但是也是兴开河上重要的一条通道 是连接着北城区和东历区 最起码呢要过到对岸的人不用绕那么远 这座桥的作用呢还是尤为突出的 顺着这座桥再往前走走到对岸 对岸呢就是东历区 东历区大碧庄镇的南河庄 这个地方呢距离我去年拍的那个大碧庄的泰山行公不远 过了这道门就到东历区了 下了桥这边路口这里呢也放着好多大石头 远处的高层就是德岳里 这个后面呢有一条小道可以供行人啊电动车啊自行车通过 汽车呢这里堵着石头是过不去的 好那现在回到桥上 桥上的木板呢看上去还挺结实的 不过有的局部的地方的木板呢 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是遭袖了 隔着木板能够直接看到河水 桥上的好多地方呢都用铁片给加固过了 这么一座桥呢再用个十年二十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只要这个修缮呀维护的工作能够跟得上就完全可以 我想这么一座桥呢也是两岸居民的一个记忆点吧 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 新开河之上的这座吊桥 就在我拍完这座吊桥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在桥上呢隐约的看到了距离这个吊桥以中100米左右 新开河以北的那个草丛里好像是有座碉堡 出于好奇呢我就过来看看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 这里呢有一个祸口可以下去 我们都知道新开河沿线在上世纪40年代 国民党修入了好多防御工事 之前我拍摄过了新开河畔京山铁路旁边的那个被炸毁的国军碉堡 还有那个在新开河八马路那个残村的那座碉堡 之前呢听说这温家房的这附近呢也有好多碉堡的残留 今天呢应该是凑桥我找到了一座 现在我脚下踩的这个应该就是碉堡的顶部 这附近长满了草 但是呢碉堡的边缘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我从这边下去啊 这也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材质的碉堡 看样子前面是个半圆 后面呢应该是个巨型 也是一座钥匙形状的碉堡 这座碉堡靠近顶部这里呢 还有一定的坡度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垂直的了 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 在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呢 有意是在天津城设置环城的公事线 这个计划呢应该是开始于1947年的夏秋之间 在当时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是上官云相 他主张呢天津城是无闲可守的 需要在这个环城建设这个防御公事 以抵抗我军 据说当时是由天津市长杜建石统筹 成立了这个天津地形测量队 开始构筑这个防御公事 到了1948年陈长杰呢 又在各个地方增上了不少碉堡 这其中呢就包括新开河沿岸的这些碉堡 在他看来呢构筑了这些碉堡 是天津城要塞化 让他的防守呢可以做到固若金汤 可是呢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 他所谓的这些固若金汤的防御公事呢 在四野的实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人民解放军呢用了29个小时 让国军的防守呢就灰飞烟灭 让平均战役呢最终以我方胜利成为定局 如今呢70多年已经 我就不一一去找了 好这次的温家房子之行到此结束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下次见 我现在天津市河西区 这里是河西区的西园道 我背后呢就是河西中心小学 西园小区 马路对面这个小区呢 是寿原里小区 在这个小区里呢还保存着一座人房设施 一座碉堡 今天呢您随着我镜头 咱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从昨天开始呢天津就一日的下雨 直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停 这两天呢天津的温度很低 挺冷的 您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有关天津范围之内居民区里的碉堡 我已经拍过很多座了 比如河北区的易江里 还有河东区的向阳楼 南开的王鼎基金冠里 还有河西区的柳林洞里 这些居民区内部的碉堡呢 大多都是人房设施 是休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今天我要带您看的这个 河西区的这座碉堡也是一座人房设施 关于这座人房设施修建的具体年份呢 我并没有查到 应该也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我们国家呢同时面临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 可以说国际形势是非常的远俊的 在1965年的1月12号 毛主席呢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之中 提出了要被沾被荒为人民 并且呢也同时提出了深挖洞 广积粮不称霸的主张 在那个时候这些口号呢 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或者几代人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天津市区内的这些碉堡 大多都是那个时期修建的 这些人房这些碉堡的作用呢 大多都是屯粮避险 为反侵略战争做准备 今天我拍的这个是尔利小区的这座碉堡呢 也和其他的碉堡其他人房一样 它的表面呢也涂了好多迷彩的颜色 这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吧 这座碉堡应该是修缮过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这座碉堡的时候 好多地方都残缺了 从它修好到今天已经50多年了 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人为的破坏 好多地方都已经破损了 而且现在我们近距离看 能看出好多地方都有修过的痕迹 这座碉堡的平面呢从空中俯瞰 也是一个钥匙形状的碉堡 前端呢类似于一个巨型 后端呢是一个圆形 这是一个圆柱体 但是现在这个座碉堡的出入口 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呢我是在这个碉堡附近的 这座楼上的四楼 从这里呢俯瞰一下这座碉堡的平面 您看一下清楚的可以看出 这是一座钥匙形状的碉堡 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先建的碉堡 后来才有的寿崖里小区 这个小区呢应该是建于上世纪的90年代 当初建这个小区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人房设施嘛不能拆除 因此呢只好在它周围建起楼房 小区建成之后呢 自然而然就把这个碉堡围在了院里 天津范围之内小区里有碉堡的 大多都是现有碉堡后建的小区 关于河西区首尔里小区内的这个碉堡 咱就说这么多 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您各位 知道这座碉堡的故事的话 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里留言 咱们下个视频见